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六集 夜流云来了 然后又走了 真的就像天上四处流动的云彩一般 不曾留下半点痕迹 丹州城的那些居民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闲谈时时常尊崇无比提及的 四大宗师之一曾经来丹州喝过酒 打过架 唱过歌 吴竹唯有担心 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己和小姐关系的人并不多 但偏偏夜流云就是其中一个 而且完全和他的宗师身份不相符合 是个出了名的大嘴巴 夜流云来丹州这件事情太蹊跷 和自己见了一面就离开 五竹根本不相信 范贤却相信夜流云确实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旅人 排排五竹的肩膀安慰道 谁说高手 高手 高高手就不能旅游了 这只是一种很纯粹的直觉 他的直觉一向精准 总觉得自己京都里那个老爹有些问题 监察院 刺客 胆子比母老虎还要独辣的二太太 所以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斯南伯爵 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至少比曹尹这种包衣奴才厉害太多 但他的思维方向完全走入了歧途 他猜测自己的便宜老爹 会不会是前任皇帝老成王的私生子啊 因为当年奶奶在城王府当奶妈 老皇帝就让他抱回去收养 如今 斯南伯爵因为心伤自己的身世 痛恨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安坐龙椅 而自己只能当个小伯爵 于是板猪吃老虎 暗地里与监察院 及一切可以利用的反动势力相勾结 组织了一批私底下的力量 妄想接受如今皇帝陛下大人的一切家产 而自己呢 则因为老妈毫无疑问也是位大人物 所以成了某种家族利益联姻的产物 自己的存在对于父亲的造反大业 有很重要的作用 当他将自己显得无聊时 做的推论告诉五竹时 一向东山崩于面而不改色的五竹 终于忍不住将手中的菜刀 狠狠地啄进了菜板里面 对于某位少年的疯狂想象力 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敬意 也正是因为这样 五竹决定暂时不带着他离开丹州 既然疯狂少年自己都并不担心将来的事情 脸上依然保持着羞涩的满是好奇的笑容 时刻准备投身于子虚乌有的 思南伯爵造反大业中 而显得对于这种妙论 所可能带来的危险毫不在意 那瞎子五竹又怕什么呢 五竹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生死安危 只是担心范贤 而一旦范贤显得极其变态地毫不担心 五竹也就随他去了 就和范贤五岁开始训酒一样 五竹只负责保护范贤的安全 而并不会主动给出太多意见 从骨子里讲 这对主仆 这对师徒都是很懒惰 而且是胆大包天的人物 他们不是不会阴谋 只是觉得有时候手中的武力 比阴谋要更有力量 所以下意识里便将旁人的阴谋 看作了云淡风轻之势 来便来吧 还能怎的 所谓明月大江 所谓清风山岗 其实范贤不是明月 是羞答答的弯月梅儿 她还是怕死 因为她并没有五竹这种爵士手段 但她知道如果自己的身后 有监察院的那位废介 还有身旁这位瞎子仆人 那么自己想死也没有那么容易 在悬崖盼亲眼目睹五竹书 与四大宗师之一的 叶刘云那番交手之后 她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对于五道这种事情 终于也体会到了 与茶道书道一般的美感 那种艺术的美感 所以她暂时停止了 抄袭《红楼梦》的工作 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行之中 五竹自己并没有如何高明的剑法全绝 但她对于如何杀死一个人很有研究 讲究的是快 准 直 狠 曾经对范贤说过 不要相信弧线圆绒 尽可攻 退可守的说法 如果要攻击对方 那么就一定要走直线 用最快的速度 走最短的距离 给对方造成最不可逆转的伤害 范贤马上想到了那天五竹书 直接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心想 这位果然是走了最短的距离 哭笑着摇头 不知道自己要达到那种境界 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某一日 罗伯斯教程之后 范贤挥着微有酸麻感觉的右臂 看着背对着自己的五竹 好奇地问道 按照以前说过的 我现在的境界有几级样 七级的真气水平 三级的控制能力 范贤很快地新算出结果 一平均就是五级 比四级高些 可以拿毕业证了 少年略微有些得意 漂亮的眼睛里 唯有胶色 五竹摇了摇头 如果你运气足够好 可以杀死一名七级人物 如果你运气足够差 那么一个三级的小毛贼 就可能断送你的性命 范贤笑着叹了口气 心想 这位内音书 还真的说话够直接 不过自己的运气 好像一直挺好 不然也就不可能 死后跑到这个世界来了 在夜流云来过之后 范贤在丹州的生活 真正的安宁了下来 再没有什么刺客来找麻烦 二太太听说 重病了一场 变得老实了许多 京都里范若若的书信 依然是每月一封寄来 范贤则是待在这海边小城里 吃吃豆腐 抄抄小书 偶尔穿些彩衣 笑顺着老太太 到杂货店里喝酒 牵萝卜丝 给自己下酒 日子过得很是清闲 有一天 海边出现了海市蜃楼 丹州港的居民都跑去看热闹 虽然都是常居海边的人们 但能看见海平面上那些虚无缥缈 宛若仙境式的岛屿 仍然是兴奋异常 我逐变得古怪起来 关上杂货店的门 走到偏远的海边 一个人上了悬崖 静静地望着那边的画面 似乎想起了什么 让他很不愉快的事情 海市蜃楼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一会儿就散了 但他依然静静地望着那边 隔着那块黑布望着那边 就像他并没有虾一样 范贤爬上了悬崖 赤裸的上半身显得十分匀称 已经摆脱了瘦削的体型 他看着五竹安静地坐在那里 不敢打扰他 也陪他坐了下来 看着那方被西面西阳 反照成火一般颜色的天空 许久之后 五竹忽然冷冷地问道 你今年多大了 范贤将自己乌黑的长发 竖到了脑后 随意扎了起来 露出那张至美中 终于出现英气的漂亮脸庞 微笑着答道 十六了 五竹是一个很奇怪 很神秘的人 在范贤的眼中 五竹输的人生很凄凉 活了三十来年 身边也没个伴 除了自己以外 就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个 甚至有些丹州港的居民们 到现在还以为 五竹不仅是个瞎子 还是一个哑巴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的眼睛上 永远蒙着那块黑布 范贤心想 那下面一定是很恐怖的残疾 所以才会这样 不愿意让别人看见 费杰老师称他为武大人 很明显 五竹输当年是在京都官场上混过 但他的行事作风却完全没有一丝观气 甚至连陈俗味都极少 倒有些像不识人间烟火的仙人 一想到这点 范贤下意识里往他看去 五竹问完刚才那句话后 又回复到了沉默之中 冷冷地望着天边海面上的暮色 淡红色的光芒笼罩在他的身上 映在他眼睛上的黑布上 反射出像火一般跳跃着的颜色 范贤忽然想到了一件 十分恐怖的可能 思考了许久后 喃喃地问道 说 你刚才看着那些 像仙山一样的画面发呆 你不会是从天上下来的吧 他现在能接受内功这种东西 甚至也隐隐相信赏天有眼 才会有自己这一世的遭遇 但如果说自己身边相处了十几年的伙伴 突然变身成为九霄云上的折仙 这仍然会让他受不了 穿越 假仙霞 只会吓得他扑倒在地 吴竹摇了摇头 淡淡地说道 我只是似乎记起了以前和小姐出来时的地方 你确认你不是仙人 我老妈也不是仙女吗 这个世界上有神仙吗 不是有神庙吗 谁说神庙里住的是神仙 说 你是不是记起了什么呀 不 我只是忘记了一些什么 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 五竹站了起来 还是向着海的那头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 似乎在向什么地方告别 然后轻声说道 我们回去吧 有些事情可以告诉你了 范贤微微一笑 知道对方并没有忘记那个承诺 只要自己满了十六岁 就会告诉自己有关母亲的一些事情 走到悬崖边上 他吸了一口气 体内的真气开始缓缓流转起来 整个人的身体附在悬崖之上 真气沿着经络运至掌心 被逼出掌面不足丝般的距离 便输得从掌缘外收回体内 就在手掌之间 极巧妙地构成一个 微微向下陷去的真气接触地面 因为真气无形 所以可以保证沿着手掌的边缘处 形成一种很完美的密闭 手掌牢牢地贴着光滑的岩石上 凭借着真气的吸附力 将它整个人都固定住 然后卸下真气 一只手便会脱离岩石 如此这般 范贤看似很轻松地往悬崖下爬去 看着和蜘蛛侠一样 一般的武道修行者 不论他体内的真气如何丰沛 都做不到这一点 而范贤之所以能够做到 全依赖于他与众不同的修行方法 和身体构造 还有就是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在这个世界中 所有的武道强者 只会在乎 十 是 二字 其中的十字 说的自然是体内真气的 丰沛程度 而是 则是一个几乎只可意会的形容 有些类似于境界 而讲究与自然呼应的法术 向来是 不如真正强者之眼的末道 在武主看来 所谓 十 是 其实 也就是真气的数量 质量 以及对于真气掌控的精确程度而已 如今的范贤在他教了十年之后 大概在三级和七级半之间徘徊着 四年来基本上 没有什么进步 武道强者都会下意识地 将自己身体里的真气 当作某种一次性工具或者武器 就像是水 用来攻击对方 一旦扑出去之后 根本不会想着收回 一场大战之后 真气殆尽 反正也能打坐冥想去恢复 也难怪天下众人都这般思想 毕竟真气一旦离开身体之后 再想收回来 这本身就是有些天方夜谭的想法 但是范贤不一样 他体内的真气循环线路 本来就和一般人不一样 在后背灌入雪山 等于那里就是一个开口 与外界天地元气构成了大小两个循环 所以他对于真气的感应 要敏锐许多 同时范贤很闲 同时呢 又很吝啬 所以才会不停地尝试着 将真气逼出体外后 再将它收回来 很辛苦地试验了三年 他现在终于可以在真气离开掌心 十分之一寸的距离内 将真气再从另一边收回来 这么短的距离 根本无法攻击到敌人的身体 所以范贤有些悲哀地承认 自己这三年的时间 基本上等于在座无用功 但既然学会了一些无用的小花招 总得想些用途啊 每隔三天都要爬一次海牙 他觉得很辛苦 脑筋一动 便将这招真气回流 用到了爬山上去了 或者范贤 比这个世界上的人 真正优秀的地方就在这里 他的思维并没有受到时代的局限 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概念 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新鲜的 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有可能的 范贤像条鱼一样 在游下山崖 抬头望去 五竹已经变成一个小黑点 站在风顶边缘 他也不着急 微笑着看着上方 他一向很喜欢看五竹下山 五竹向前走了一步 就像前面是平地 脚一悬空 他的身影便开始飘飘然落下 只是每隔三丈左右 他会很随意地伸出一只手掌 在牙上的时间轻轻按一下 稍微延缓一下下坠的速度 如此伸长十几次 整个人便面无表情地站在了悬崖下面 五竹下山的方式看似简单 但内容对方向 角度 力量 速度 乃至海风的体验 在这刹那时光里算得分毫不差 如此强悍的计算判断能力 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强者之一 如果想到他是个瞎子 那么可以将 之一那两个字去掉 虽然已经看了无数次 但范贤还是忍不住鼓掌赞叹 啊 瞎帅一气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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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